本周的全球股市 心脏稍微脆弱一点的人 怕是受不了 我们选两个和中国人 关系最紧密的 一是上证指数 这周的大起大落 周五收盘 又回到了周一的价格水平 美股标普指数 同样的起伏明显 据说围在美国商务部的基金经理 一度比记者都多 股市起起伏伏 还是能看得见 看不见的则是世界经济 表面稳定之下的暗流涌动 不确定性 快速聚集 嗅觉敏锐的人 早早开启了防御姿态 宽松刺激 正成为无奈之举 资产缩水 将不可避免 庙堂内 央行开始囤黄金 江湖中 富人开始囤着现金 七十亿人 虽有着不同的信仰 但在全球经济的 新时代面前 站在金字塔间的人 无一例外选择了谨慎 这个新时代的大幕 已经缓缓拉开 如果不关心股市 也不怎么留意经济 普通人甚至很难感觉到 生活有什么变化 但如果 简单把股市变化描述一番 有些人 一定会深感诧异 开年才一百多天 折服三年多的上证指数 一路飙涨近百分之三十 就算拿5月9日的近期低点 与1月2日比较 上证指数仍然涨了 百分之十五点七 怪不得今年开年 一些资深人士 不停地向股民们喊话 现在进股市 将无悔一声 都在说已经见顶的美股 更是在五一假期前后 再创新高 因为美国经济看起来 似乎没什么问题 这让美联储主席 此前的警告 仿佛是个笑话 但黑天鹅说来就来 一个推特让世界经济 瞬间阴云密布 市场情绪 变得极为脆弱 五一假期结束以来 全球股市遭遇了 猛烈的抛售潮 市值一度蒸发了 上万亿美元 普通人震惊于股市的涨落 财富塔尖的人们 却从各种迹象中 发现了不寻常 五一假期后 降息的多米诺骨牌 被推翻了 一个发达国家 和两个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央行 做出了动作 与此同时 中国的央行也选择了 定向降准来释放流动性 五月七日 马来西亚央行 宣布将隔夜政策利率 下调25个基点 下调25个基点 至3% 5月8日 新西兰联储宣布 降息25个基点 至1.5% 为新西兰历史上的 最低水平 5月9日 菲律宾央行 把关键利率 下调25个基点 至4.5% 此为2016年以来 首次降息 连续三天 这会是新的 全球降息周期的 头三张 多米诺骨牌吗 面对可能 迎头扑来的低迷 宽松刺激 已经成为这些国家的 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央行 自去年12月 开始连续5个月增持黄金 186万盎司 而在此之前 是长达 26个月的稳定期 根据最新金价 1盎司黄金的价格 为1285.1美元 186万盎司黄金 价值约23.9亿美元 而且 报买黄金的国家 不止中国一个 2019年 黄金交易创下 2013年以来 最强年度开局 根据世界黄金协会 5月2日发布的报告 全球央行 一季度购买了 145.5吨黄金 同比增长 68% 盛是买古董 乱是买黄金 这个道理 不止我们懂 在不稳定形势面前 央行的选择 是屯黄金 而富人们则选择了 现金为王 瑞银的一项调查显示 全球32%的高净值账户 都以现金的形式存在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 这一比例 为36% 欧洲为35% 美国则相对较低一些 为23% 警报已经拉响 全球经济风雨欲来 不幸的是 云云众生 总是后知后觉 降息 屯黄金 持有现金 把这三件事情 放在一起 很明显 全球财富金字塔的塔尖 都在持币观望 为可能到来的寒流 做过冬准备 今年初开始 世界经济的增长 出现收窄 这意味着 就算贸易战 云收雨散 英国终于脱欧成功 新兴经济体 顶住了压力 曾经的高增速 也会一去不复返 欧美经济学者们 都在担忧本国经济 正朝着低生育率 低通胀 低利率的日本话靠拢 其中 低通胀 是最棘手的问题 也是最普遍的问题 本来 欧洲和日本 都曾经在去年大声宣布 要结束宽松刺激 但到了今年年初 欧元区数据 差得没脸见人 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燕 也在最新的利率决议会议上表示 希望明确持续宽松的立场 美国通胀率 也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持续低迷 今年3月 更是跌到 1.5%的两年来最低值 不得不实施 低利率的无力感 在低通胀的国家和地区 愈发明显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家 约翰普伦的所言 欧元区将继续过度的 依赖于世界的供给 以刺激需求 日本化将成为欧洲 越来越熟悉的词汇 民粹主义将会再进一步 利率将不得不继续保持低迷 从未来世界贸易 稳定运行的那一刻起 愈加成熟的经济体 将很难有如同十几年前 那般高速的增长 而贸易冲突 将若干年后的不确定性 提前到了今年 中美日德法韩星 几乎当下的所有主要经济体 无一例外的依赖着进出口贸易 这也是为什么 过去一年国际贸易 大环境变化之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 对世界经济预期 越来越低的原因之一 关税从10%提高至25% 乍看似乎对普通人 没什么影响 但是要知道 这里头有这么个逻辑链条 原材料 或者进出口产品的关税提高了 企业就可能会将影响转嫁到商品价格上 作为靠消费刺激 经济发展的欧美国家 过去10年工资增长幅度不到50% 美国家庭的未偿还债务 又已经攀升至历史记录的13.1万亿美元 收入疲软和物价上升 经济火车头的消费力 只会更加难带动起经济增长 从而导致通胀率一直躺在底部 即使长期低利率也无济于事 这就是富人们避免接触更多的泡沫 谨慎地持有现金 在全球各地分散资产 寻求各种避险方式的根本原因 在紧缩周期的下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之前 只压住那些确定的事情 才能安全度过大浪来袭 比日本话更值得我们关注的 是正在变化的国际关系主轴 过去30年合力牵引世界经济的两个火车头 突然之间就要分道扬镳了 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 他们甚至突然不知道 该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定义对方 才叫准确 这是一段维持了40年 面子上相当凑合的关系 5月9日 美国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上的专家们 对于当下的困惑 他们是这样表达的 有人把这段关系比作婚姻 刚开始中国依赖美国 后来两国是朋友 到现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两方 早看厌了彼此 中国是美国的竞争者的形象 已经深入人心 现在对于美国 中国究竟是什么 听证会上 有美国专家甚至扬言 中国已经超越了竞争者 甚至接近了对头的角色 这一最新论调 意味着世界政治经济被重新定义了 要知道 这个世界总是被最重要的几个大国之间的关系 来定义的 所以 即便地球那一边最终传来了 还算不坏的消息 摩擦与竞争 甚至是冲突 都将会越来越多 当然 时间拖得越久 那么准备参与 未来格局塑造的角色 也就会越多 当代人所生活的世界 不确定性就会越大 普通人将会很快感受到 这种变化的影响 也许有一天 我们会怀念那个被称为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我们应该记住 2019年的5月 因为新时代的大幕 就是从这个时候拉开的